大家好,我是Kanobie Baby的小编 又到了可以推宝宝上街的季节 很多妈妈不知道如何选择一款非常适合自己的推车 我们现在就把几款热销的旅行推车做一下演示和比较 我们以后会陆续制作各种母婴产品的测评 希望可以为妈妈们提供参考 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 妈妈们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 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非常的感谢 今天要讲的第一款推车是法国品牌BabyZenUYoutube 可以看到车的遮阳罩大小非常适中 一键打开孩子的安全绑带 靠背的话有45度角倾斜 日归来的孩子可以直接坐 车折叠非常简便、轻便 折叠后的体积非常的小可以带上飞机 这是一款非常受欢迎的轻便推车 它可以连接到睡篮和安全座椅 刚出身用到2-3岁 有肩带可以背得走 第二款是英国的品牌Hamilton 它也是一款非常轻便型的推车 比Youtube要重一点 折叠后的话体积要大一点 它的遮阳罩可以加长有两个透气的窗口 可以观察孩子有没有淘气 座椅上的把手可以取些 座椅的绑带是磁体 开启非常的方便 吸烟圈绑带的话会非常的简单 脚脱的话也是可以调节角度 座椅中间加了透气的网布 靠背的话是可以倾斜70度角 最神奇的是轻轻一推就可以折叠小车 然后可以提着走 第三款是意大利的品牌PAC Parable Selfie 它是极管晶变推车中 使用性价比的话最高的一款推车 价格400出头左右 然后可以跟安全座椅一起用 它的这张罩非常的大 还可以防紫外线 检震特别的好 非常适合旅行外出 靠背的话可以倾斜80度 也是一键打开式的安全绑带 脚脱的话也是可以调节 折叠的话是轻轻的一推 它比Hamilton更加容易折叠 而且不会倒地 Selfie的后轮比Hamilton的后轮大一寸半 推行非常轻松 这是Hamilton的储物栏高度 这是Selfie的储物栏高度 Selfie的入口高了很多 非常方便储物 第四款是好孩子的Pocky Plus All City 这是一款非常轻折叠后 非常小的旅行推车 可以双手推也可以单手 座椅靠背是用透气的网布 特别适合夏天出行 脚脱也是可以调节 安全绑带也是一键式打开 靠椅的坐背的话是倾斜45度 折叠后也是比较简单 折后的体积非常小 可以带上飞机 接下来 谢谢大家